今晚的消費點滴 鄧曉欣會和大家講講關於攀石活動所用到的裝備 隨著新冠病毒的疫情持續 為了防疫 很多人都難以維持原本的運動習慣 不過能夠保持身體距離的身輕運動就越見普及 好似攀石就是其中的一種 不過這種活動有不同的類型 並且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需的相關安全配備亦較其他運動為多 究竟初學者應該怎樣去挑選一些適合自己的裝備呢? 今晚的消費點滴 我們請來了這方面的專家和我們講解一下 攀石主要分為室內攀石、室外攀登、抱石等幾種 手腳要根據不同支點採取各種方法向上攀登 對體能要求高,其危險性亦都相對較高 因此有極限運動之稱 專家表示 學習攀石需要攀帶必要的安全配備 以免發生危險 他指出主繩是攀石不可滑缺的裝備 他可以管穿攀登者、保護點和保護器 對於初學者 一條粗10毫米長70毫米的繩已經足夠 而掛鉤確保器和快扣組等等 可以確保安全連結系統和成具 市面上出售的座式安全帶 有掛環設計 方便攀帶不同的攀登工具 專家建議 初學者購買前應該根據自己的體型、腰圍以及腿的長度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尺寸 腰圍會有一個調整點 甚至腿的長度也有一個調整點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開始出現 是你真正能夠適合自己的尺寸 這就是最安全的 你最舒適的 所有品牌都製造出很好的尺寸 有很多不同的價格 而且很重要試試 看看你最適合自己的尺寸 另外攀石防滑粉主要是增加磨擦力 和吸收受脹汗水 防止在攀石時滑落 大部分消費者使用的主要為散粉 原因是二爪槌和攜帶 而近年出現的液體防滑粉 就比較適合室內攀石活動使用 現在很多的駕駛屋 都需要液滑粉 因為疫情和安全的原因 所以我一定會鼓勵大家 拿出液滑粉 有很多不同品牌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在發展 它有酒吧 它有酒吧 所以現在疫情很重要 因為它很容易 適合在手上 它們通常有70%的酒吧 好了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裡